社群媒体、网络平台已成为民众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却带来资讯过载、隐私风险和假讯息等问题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针对高中职生举办的媒体素养营 从平台大数据、AI人工智慧与内容产制等面向 分析现今数位媒体环境、培养媒体适度能力 传统讲媒体素养通常是讲新闻媒体 然后它可能承载了什么刻板印象 它的在线上发生了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把媒体的定义稍微打开了一点 所以那一年学生做出来的作品 就有三组同学在探讨IG跟容貌焦虑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跟他们实际的生活最贴近 因为媒体素养营跟其他营对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其实主族还是在大家要怎么成为一个很好的数位公民 所以我们就是带领高中生可能透过实作 可能透过一些讨论反思的过程 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反思到说 那我可以做什么 身为高中生我可以做什么 营对课程更着重于让学员制作Podcast节目 练习搜集资料、创造内容 培养学员独立思考与表达自身观点的媒体素养能力 我们原本想像媒体素养的都是讯息的接受者 也让他们持续去碰一些Podcast的设备 AI浪潮下内容产制越来越快速 以人为本的AI实作 将带领学子了解如何运用AI技术来打造媒体内容 思考如何在过程中保持善良与伦理 尤其是高中生接下来必定会面对到CHAPGP的使用 那我该怎么下指令 然后它是具有媒体素养的 或者是它是有经过思考之后的一个产出 那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素养 其实那个人去下指令的人 他只是就是面对跟科技互动的状态 稍微变得比较不一样而已 就人其实不会被取代 只是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素养来应应 那个新科技的一些挑战这样子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透过举办媒体素养营 让年轻学子都能够更加明智的选择和分享资讯 提升自身判断力 在快速变迁的数位媒体时代 做个会思考聪明的月庭人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导